每年清明时节 都江燕的拜水大碟 总是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目光 整个仪式并非仅是纪念 更是向先人的治水智慧致敬 都江燕水里工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并且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伟大工程 它利用地形与水饰 以鱼嘴 飞沙燕 宝瓶口三大工程 解决了泄洪 排沙两大难题 两千多年前 战国时期蜀军太守礼兵 主持修建的四川都江燕水里工程 是世界上少有的无霸饮水工程 工程完工后 枕杜平原从此水汉从人不知积景 被称为是天府之国 直到今天 在都江燕水里工程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灌溉面积 已经超过一千万亩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二百五十多年 秦国蜀郡守礼兵 总结了群众的治水经验 组织民江两岸人民 修建了都江燕 它具有防洪 灌溉 飘木 航运等综合效益 礼兵治水首先靠着鱼嘴分水堤 将水流分成内江和外江 只有内江水会进入成都平原 再利用宝瓶口与飞沙燕 来排出沙石 内江水以巨大的冲击力 流到此处 会被飞沙燕旁边 狭窄的宝瓶口所制约 加上离堆的底脱作用 在飞沙燕附近形成漩涡 水中剩余的沙石 大量被漩涡 甩出飞沙燕 尽管靠着自然方式 有效控制洪牢发生 并满足灌溉需求 但每年仍需要在枯水期 进行碎修 为风水期灌溉做准备 这些人智慧流传至今 依旧造福着后代子孙 也使得都江燕在今年 获选为灌溉工程世界遗产 我国的这几场灌溉工程 都代表了其建设时代的 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可持续发展的活样板 加上观看工程世界遗产 杜江燕已经获选列入 世界文化 世界自然 共三大遗产领路 堪称最有价值的人类资产 记者汪承熙李廷卫综合报道